就在7月28日,GSC电影院在官方脸书正式宣布,漫威雷川索尔斯电影正式宣布不会在马来西亚上映。 此消息一出,马上引起了无数影迷的失望和批评,纷纷感叹马来西亚电影局越来越保守,导致近年来越来越多电影,不被批准在马来西亚上映。 而至于不被批准上映的理由,很多影迷猜测是因为《雷神4》里出现了不少同情恋的角色和剧情而导致,或者是因为陆屁股等比较陆骨的清洁画面而被劲。 而事实上以上说的两点,并不是真正让这部电影无法在马来西亚上映的原因,而真正的理由却另有其由。 被受漫威迷期待的《雷神4》,在全球上映后票房开红盘,而马来西亚原定在7月7日上映,但之后宣布延期两个星期,将会延期至7月21日才上映。 没想到7月13日,二度宣布无限期延档至另行通知,而在经历近一个月的延档后,漫威电影公司在7月28日正式宣布,《雷神4》确定无缘在大马上映,并对所有影迷们道歉。 不少影迷猜测,由于《雷神4》出现不少同性恋角色与情节,包括外星人Colby骗墨出轨与男友结婚,女武神以双性恋自居,被外媒形容为漫威史上最具LGBTQ色彩的作品,再加上主角雷神克里斯·汉斯沃全裸路屯画面,都被猜测是导致电影无法上映的因素之一。 而事实上,关于同性恋的情节,在马来西亚并不是没有上映过,而露屁股或裸体等画面,马来西亚电影审查局,也可以要求删减画面或设成18岁以上,来让电影可以继续上映。 而真正让电影无法上映的原因,恐怕是因为这名反派角色图审者格尔。 在电影里,这个复仇亲切的外星人,基本就是个只以神为目标的连环杀手,是想想,马来西亚身为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,在一部商业电影里,出现一个以杀死神为目标的角色,并一直灌出神不是完美的,神也会有犯错的时候,所以可以反靠神,甚至是杀死他。 这样的情节在相对于比较保守的马来西亚,或一些回教国家,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不被批准上映了。 毕竟当局或政府,害怕电影会影响到人民开始质疑自己的宗教,而造成一些反效果,或不必要的社会问题。 为了迎合好莱坞,越来越盛行的进步主义价值观,未来漫威肯定也会在剧本中,融入大量对现实社会议题的探讨,并尝试借助电影来推进非议, 拉益,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权益。 因此,第四阶段的漫威电影《宇宙》,势必将迎来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超级英雄阵容, 比如美国队长和钢铁侠的继承者都是黑人,新一代的雷神,浩克和一眼都是女性, 还有被确认为双线念的洛基,在《雷神4》中即将出柜的女武神, 以及在《永恒组》里登场的MCU第一位,开诚布公的同性恋角色法斯托斯等。 其实这个趋势从第三阶段的《蜘蛛侠返校日》、《黑豹》和《惊奇队长》就已经触见端倪了。 按照这样的趋势,未来几年的漫威电影将会在马来西亚更难地被批准上映, 或是需要配合电影审查局的要求,删减一些片段才会互准上映。 而这样的话,最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一众漫威迷。 而你又对这次的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? 欢迎留言分享让我们知道。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,麻烦你订阅和按赞分享一下。 我们下一波漫威宇宙见。 拜拜。